34岁的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日前拿下了泰国羽球大师赛冠军 不过这个冠军的背后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他去年发现罹患了初期大肠癌 紧急做了切除手术 一是为了避免癌细胞留下 手术切除的特别深 甚至术后在肠道内 留下一根人体可以自行吸收的夹子夹住伤口 后来整个治疗是相当的顺利 也恢复了健康 不过不少人很讶异 周天成平常的生活规律 饮食清淡正常 怎么还会罹患大肠癌呢 34岁羽球国手周天成 日前拿下泰国羽球大师赛冠军 不过这冠军得来不易 因为去年周天成被诊断出罹患初期大肠癌 我们听到这些有点震惊 因为我们之前都小天也没跟我们成就 很心疼 我们认识的小天是一个很认真的选手 身体都练得很好 他连医食都很注意的人 所以我们听到这些人就觉得 哇 怎么会是这样 去年周天成回台健检发现罹患初期大肠癌 随即做了切除手术 医生为了避免癌细胞留下 手术切除的特别深 还在他的肠道内留下一根人体可以吸收的夹子夹住伤口 后续治疗顺利 周天成也恢复健康 但不少人很惊讶 周天成这么年轻 平常训练严苛 生活规律 饮食也相当清淡正常 怎么还会罹患大肠癌 我们一生下来 我们有人就带有所谓的致癌基因 那你接受到致癌物 刚好你联盟受损 所以再诱发 息肉如果还不是太大的时候 你早期发现早期切除 它就不会变成所谓的癌症 医师分析年轻族群 罹患大肠癌有几个因素 包含有家族史 基因体质 以及饮食习惯 食用过多红肉 腌漬物等 罹患风险就会比较高 而尽管罹患的消息曝光 周天成依旧要力拼这个目标 他下期拼高于 现在回来休息一下 后面就记得 然后就一路再去欧洲到三月 就是有点小不得 泰国宇球大师赛结束后 周天成五号就搭机返台休息 过年 接着2月27号开始 将联打德、法、权英、瑞士、西班牙等 五战欧洲赛事 就是要力拼积分 争取今年巴黎奥运的门票 接着刘居环明胜台北报导